台北市動物保護救援專線號碼1959上線囉 原有的87913064專線號碼難記又多 因此台北市政府取諧音 你救我救 方便民眾記憶 大家在遇到受傷受困 或發現有虐待動物的情形 都可以立即拨打號碼 讓動物得到即時救助與照顧 其實我們依照我們的統計 一年的動物的通報案件 動物救援通報案件將近一萬多件 那這裡面包含犬貓就一千三百多件 非犬貓也有四千多件 那所以它的使用量其實是非常高 那過去我們在動保處其實是有個救援專線 但因為救援專線這個號碼不容易記 所以一般市民朋友還是會打電話給1999 那麼1999說實在是還要經過一個轉接 所以往往有時候會錯過這個黃金的時間 所以我們後來努力去跟中央爭取 也經過NCC的審查通過之後 我們是首度推出來全國第一個動物救援專線 這裡面包含24小時的這個開放 然後即時的通報即時的救援 那麼可以在最重要最迅速的時間來達到救援的目的 那麼從台北市推動之後 我們相信很快的包含中央 包含其他縣市也會來引用 將來1959就會跟這1999一樣變成是一個 普遍性的全國性的專線 那最重要透過這樣的專線我會相信讓我們動物可以在台灣的環境 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顧 讓人跟動物讓我們整體環境得到一個美好的一個 快速的一個未來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方式 只要打1959就會有專人24小時來接通 那麼當然也提醒市民朋友 當你需要有動物救援要通報的時候 記得你要說明那個明確的地址 那再來就是當時現場環境 以及動物的可能的狀況 方便我們救援這邊的小組在做這個所有準備 可以做到最完善 然後也對動物做到最好的照顧 通報的部分 其實以前遇到的問題大部分就是號碼不好寄 民眾想要找政府單位來救援動物的時候 往往就是寄當地的動保機關的電話 那可能會造成一個直接落差 那比較進步一點是有1999這個專線 那再透過轉接的方式交給動保機關來處理 那現在我們1959的模式就是最直接的方式 你直接用手機或試話 你就可以找到我們動保機關 最及時的方式來救援這個動物 那我們是希望說如果民眾有相關的需求 就可以打這個電話 那明確告知這個動物的地點 那最好當事人也在現場來幫我們指認 那讓我們準備充分之後過去現場做救援的動作 專線成立之後 我們還是維持原來人力在辦理這個 相關的救援跟保護的工作 那重點是它效率增加了 反而讓我們的工作量可以減輕 就是它可以在最及時的方式找到動物 或是找到當事人 讓相關的動物能夠即時的被救援 減少我們在時間跟能力的耗損 其實這是有幫助的 經過統計台北市動物救援專線 通報案數有9844件 救獲犬貓約1300多隻 非犬貓的有4000多隻 同時也成立救援小組 讓動物能夠更盡速被安置與獲得醫療服務 因為我自己也是流浪動物基金會的董事 所以那過去對動保的議題 其實我們就蠻在乎 也蠻在意的 那這一次會推動所謂的這個動保專線 主要最大的原因是我們發現在 這整個動保處理的流程當中 其實政府跟警方的這個公權力的介入 有時候並不是那麼的即時 有時候我們打1999 我們必須要轉接來轉接去 在這樣的一個流程裡面 其實浪費了很多時間 再來就是中央對於所謂動保警察的這個討論 雖然有討論 但從編制上看起來其實還不及幾 所以我們成立這樣的一個動保專線 主要是希望讓市政府的公權力 能夠即時的介入 未來民眾打1959的時候 其實動保專線的概念 並不是在民眾這個部分 對民眾來講是認知 就是打1959就可以直接找到 所謂的這個動保專線 然後來做聯繫 但更重要的事情是 背後整個市府公權力的連結 我們在各區的分局裡面 未來都會成立一個動保小組 這個動保小組就會跟動保處 跟動保專線合在一起 然後能夠對任何的這樣的一個動保案件 做即時的處理 所以其實整個1959的動保專線 我們當初在成立跟設計 在提案設計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是希望說 能夠讓公權力做到更即時的這樣的一個介入 然後在各個動保的這樣的一個案件裡面 我們不需要再從所謂的這個 民眾轉動保處 動保處轉這個警察局 警察局再轉回動保處 動保處再轉回民眾 我們把這樣的一個流程簡化 那對很多的事件跟案件 我們就可以做到更即時的介入 比如說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過去有所謂的這個台大的案子 做介入的時候 動保處是沒有公權力的 他沒有自拔公權力 所以他又必須要再找警察來做介入 所以每一個案件在現場的這個狀況不一樣 所以我們透過動保專線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大家能夠更專業一點 所以我們在動保專線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問現場的狀況 然後這個時候動保專線的這個電話小組 他就會直接去做一個確認 就是說我要不要即時請警方去做協助 那這樣的一個流程裡面 我們可以節省掉很多公權力這樣的一個時間 那只要公權力能夠介入的時候 很多案件都可以做到即時的處理 其實有些動保案件 尤其社區或是怎麼樣的情況 是需要警察的介入 那目前台北市的警察局 也跟動保處也已經有建立相關的配合機制 其實在轄區內發生一些案件 那警察都會會同動保處一起去處理 那後續呢 我們可能會更強化這樣的合作機制 那讓警察的同等也可以協助動保處 來做一些動保相關的案件 捏包捏狗的案件都是動保案件 那原則上都是動保處來負責處理 那有時候涉及一個公權力的保障 跟安全的確保 那警察同等會協助 他可以受理的就是救援跟動物保護 那救援的部分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動物在路上有受傷 在公園看到有落草的鳥類 那這個可以通報救援 那對虐待的部分 動物保護的部分就重點在虐待 虐待動物啦 比如說你常常有看到 可能鄰居對動物有不好的行為 或是路人對動物有一些傷害的行為 那都可以透過我們的尊線 給我們通報 讓我們派員過去處理 民眾在台北市內遇到動物需要救援 先確認動物狀況 具體地點 周遭環境 並撥打專線 就能讓動物得到即時幫助 一起共創人與動物和諧共處的環境 記者溫君臺北報導 好